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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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收看 價值经投资 上禮拜大凡15再度的破底 可见市场上的信心 真的不太够了 融资额又下降了11亿 整个盘市的筹码面 真的是越来越稳定了 大凡从1万点 跌到上禮拜的低点8368 不过跌掉了1600多点 跌5只有16% 融资预额竟然大减了630亿 融资减幅度高达28% 那为什么盘还没有大涨呢 市场上的信心不太够 那要恢复市场信心 最快的一个方式 盘马上拉出一根带量中长红 那今天一个盘 有没有中长红 有没有带量 没有 但是小涨24点的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发现那种反转的view呢 这个很重要啦 我们来看一下 大凡指数今天不过小涨24点 当然你看一下 上市的一个加速 上涨加速600多加 下跌加速183加 那上柜呢 上涨加速高达500多加 下跌的加速只有142加 再来看一下 涨停板的一个加速 上市柜加起来46加 跌停板不过4加而已 所以虽然今天踏板 没有拉出一根带量中长红 但是那种反转的view呢 越来越强烈 你真的要好把握一下 我们今天的股票 表现相当的可圈格点 有三档是涨停板的 那其他的持股呢 虽然没有涨停板 但是涨幅也大概超过7%以上 所以整个操作 同样 我为什么带你全身而退 在大凡指数从1万点 跌到上礼拜的低点 你要怎么全身而退 为什么告诉你 这段过程要先做加差 这段呢 整理了1600点嘛 你不要跟我说 这边有五成一倍的股票可以赚 没有 看不到 所以呢 先做加差 再看波段 你看一下涨广这档股票 最明显 我483 428 378 以上礼拜的高点 336 有没有带你卖 就是因为高点都有卖嘛 你才有办法避开 整个完整的一个修正波 这个很重要 不然你看到有股票 你就知道 应该要怎么做 是不是 所以上礼拜四的一个涨广 336 有没有带你做拔档 大盘 开平高 下来嘛 力旺不够抢 336卖出 9.12分嘛 那经过两分钟 股价在337跌5嘛 同样你收到我讯息之后 挂336 保证一定卖得掉 所以我才要跟你对时间 对价格啊 保证一定可以成交 所以整个力旺 上礼拜四的高点真的很重要嘛 336 你有跟着卖的 盘中达到跌停板302.5嘛 那跌下来你是不是很轻松 就如同大盘的一个走势嘛 你把力旺 这张股票 股名遮起来 跟大盘的回档 有没有雷同 你现在看 当然知道这边要卖 这边要卖 这边要卖 因为事后看图说故事 那边画个圈圈都很准 那力旺呢 你把股名遮下来 你不觉得我们4823有带你卖 428有带你卖 378有带你卖 上礼拜四的336有带你卖 是不是很标准的高档做8档动作 先赚没一段的价差嘛 那等到盘反转了自然有破断行情啊 所以336卖掉 上礼拜五 收缴止跌298接回 9.33分 300接回力旺 原因收缴止跌 经过一分钟股价在298嘛 他说你对持对价 可以在298 从容不迫的做接回动作嘛 当天最低点286啦 286这个位置是神明的买点啦 人为的操作买在298 就可以现买现赚了 礼拜五 收在315.5 赚了17块钱 今天力旺股价 有没有再度大涨 涨了19块半 来到335 光是两个交易日 对不对 从上礼拜五的298结尾 到今天335 涨了37块钱 价差37块钱了 10张37万耶 我们那个操作相当的灵活 我不会因为大盘跌了1600多点 我就让我们会员力旺套下来 同样一档股票 你操作力旺你有赚钱吗 反正问问你自己啊 面对大盘的指数回檔1600多点 你有赚钱吗 力旺我有让你受伤吗 只要每一趟的卖点 你都有跟我卖 上礼拜五298结尾的位置 漂亮不漂亮 真的很漂亮 相对低档我结尾 因为我高点多有卖 包括上礼拜四的一个位置 336先卖一下 那礼拜五298结尾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跟上来你就知道了嘛 所以整个操作面 其实我的态度相当积极 我不会因为大半数上礼拜 再度的破底 就能为这个行情走空 就能为这个行情做多 不会赚到钱 那是因为你高点 都没有卖股票嘛 投资庙很喜欢买股票 买股票不是问题嘛 有钱就可以买嘛 你我的心态都是因为 买这张股票 想要赚一根掌听板 甚至更多嘛 所以在买的过程 会有期待值 但那个期待值 如果它上涨的过程 不如预期 或是来到一个停一点 你就要按照规划 做拔档动作 但是这很多人都办不到啊 跌了1600点的过程 你这边有没有把档 这边有没有把档 这边有没有卖 就是同力望嘛 前面四趟的卖点 你有没有跟着卖 如果有 下一 在一个低档位置 298结尾 今天已经来到335 你可以享受的 可能不是只有价差利润 所以这一档 所谓的行动支付电子钱包 刷卡金被人的力望 我说因为它有防盗 收到可能性嘛 功能性嘛 所以我看好它的长线 看好长线 该卖的位置 你还是要卖嘛 另外一档 也是电子钱包 支付的概念 是哪一档 就是同亨啊 另外一档是做刷卡金片的 那同亨呢 做读卡机的 你看短波8天 转折向上 今天是一个不错的记录点啊 12345678 短波的8天 它转折向上的 当然可以做买进啊 我们今天在10点14分 告诉我们的会员 同亨 短波8天转折向上 65附近买进 10点14分 另外的股价 跟着同亨的股价在64.7 那么你对时对价 可以买在64.7这个位置啊 买完之后呢 今天 尾盘 有没有亮灯 这边 都在65块以下啦 我告诉我们65附近就可以买了 那为什么要买它 8天转折向上 对 我们不会跟你吹嘘 我买在上礼拜我的低点啦 上礼拜我的低点 7天而已啊 没有看到确立 转折向上符号 我就不会做买进的动作 但今天 8天 转折向上 确立了嘛 下去做承接啊 65附近买 可以买在64.7 买完之后就工涨停嘛 所以对于 电子钱包 行动支付 这两档股票 不管是力望还是同亨 我的长线架构 其实都看得蛮好的 只是说行情 在大盘回挡 1600多点过程当中 你不可能都不卖 如果你都不卖 如果你都不卖 你力望是赔钱的啊 你不要跟我说你真厉害 我力望涨了两天你是赚钱的 不可能嘛 同样也是一样啊 如果你这边没有卖 那今天 你有赚钱吗 就是高档你要先卖嘛 我之前跟你讲过啦 不对就要出场 出场完之后 跌了这一大段 近期的一个短波八天修正 满足点到了 就可以进场啊 重新低接接回 这是你要掌握的一个炒盘节奏 所以这档上位也是同样啊 我之前就跟你分析过了 我320有卖 跌到210买进 差了110我做接回 后来盘不好 又多得了一段 119再加码嘛 那在7月31下我告诉你 他接下来低点不会太多 因为你看这种营收数字相当的不错 6月份的营收年长率高达85% 很棒的一档机优性的股票嘛 所以接下来 他的低点你要不要进场 来到上个礼拜五 最新7月营收年长率还高达70% 所以这种一直在成长性的公司 所带给你股票 如果有低点你要敢跟我买 因为基本面是往上的 那股价如果有下来要站在买邦啊 你要这样正面思考的一个操作 你才有办法赚 两天将近17%的利润呢 对不对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他接下来低点不会太多嘛 那有没有下来 下来的 黄金右脚买点浮现了 上礼拜五现买现工涨停 上礼拜五的一个上围 第二只脚行程 192附近买进 在10点11分嘛 这个位置啊 192附近保证一定买得到 平盘附近买 买完之后拉涨停 当天是现买现赚10% 预告性的分析 所以就希望他有低点你要跟我们一样站在买邦 31要讲得很清楚嘛 低点不会太多 有没有下来 有低点又出现黄金右脚 你要跟我买 买在上礼拜五的平盘价附近 192附近 买完之后 现赚10% 今天上围呢盘中很漂亮 虽然没有涨停 但是也差不多了 收盘说225啊 从192算到225 17%啦 我们不会跟你算这个18% 19%啦 没有 用松盘价来计算 从192到今天的225 两天17% 相当棒的一档强势性的基欧股 黄金右脚买点 上礼拜五现买现赚涨停嘛 今天持续性的一个大涨啊 所以整个上围的一个操作 你来跟我合作 你有受伤吗 我们在高点 320有8档 下来才开始做承接的动作 能闪的风险 我们已经闪的够透彻了 能赚的一轮 难道我不会赚在手里面吗 所以对于今天大盘 虽然没有拉出一根带量中长猴 虽然只小涨24点 但是盘式反转的feel 已经渐渐成型了 希望同庙 你要赶快跟上来 谢谢 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有牌气密窗 2987-1111 巴菲特 巴菲特 电答投顾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清选持股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信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出家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02-2781-0909 巴菲特 巴菲特 电答投顾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清选持股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信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出家专线赢了 2781-0909 2781-0909 到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就是这么方便 全国最大家具馆 很大和浩荒 精品家具 彼此都能够买其 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中文静现任时事中 加一箱活菌猪肉 全程活菌饲养 自然提升猪汁免疫力 绝无药物残留 活菌猪生产 自动化电载 低温分切 低温运送 一贯作业流程 是从牧场到餐桌 都安心 且外销日本的活菌猪肉 加一箱活菌猪 肥瘦都好吃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大半十五回档1600多点 一些超低的机油股 同样你千万不要乱看 我能在电视当中 帮助你的 我尽量讲解给你听 这档连巴科 上礼拜二 它跌到274 我说营收数字 税差的情况 就是衰退10% 预估是衰退5%到10% 但是股价竟然跌了五成 跌掉50% 从500多块钱的一个联巴科 竟然跌到274 超跌 超跌啦 它的基本面 没有衰退的那么糟糕 所以在上礼拜 跌到274 我说超跌的股票 你不要乱砍 你应该站在买方来思考 好不好 所以在上礼拜四 联巴科 十字变盘 跌到268.5 我说长线架构 它一定还会再涨 因为股价已经接近 十倍本益比的一个价位附近了 买点已经浮现了 所以我希望你看我节目 我不管你联巴科 跟谁买 买再几块钱 那已经不重要 至少我提供给你的事 不要砍在低档区啊 对不对 能帮的尽量帮助你们啦 上礼拜四 跌到268.5嘛 我说长线呢 一定还会再涨啊 因为它已经超跌了 今天联巴科呢 股价了 已经来到291.5了 已经差了二十几块钱了 所以对于现在盘的一个架构 其实处处是机会 有些超跌的股票 你下去做承接 三五成的利润呢 我不是在开玩笑哦 你看一下这档9802的预期 今天公共涨停嘛 我们在7月31号 当年它股价最低29.7 那我盘中12点半有一个call in节目 刚好有位同学们打电话 进来问这档股票 他从88块钱跌到29.7 可不可以买啊 这个位置 我给他答案是肯定的 为什么 预期去年度的EPS 赚了三块多 今年度配息还配了两块半 赚钱的公司又配息给他的股工 你觉得他基本面 真的有如同市场上传言的那么烂吗 他不过是因为第二季的一个资本支出先任劣 所以财报数字比较不好看 并不是虚设应收账款嘛 或是做了一些违法内心交易的事情啊 所以他不是地雷股 所以这种股票就是超跌了 跌到不像话了 所以我要出来替他喊话嘛 我当然有带我们会员做买进啦 这样预期 7月31号 就是本波段的最低点29.7 百分钟12点半的call in节目 有头没有打电话进来问 头发你可以去调一下网络上 7月31号 我12点半的 百分钟的带子出来看 我一定有这样讲 我也有带我会员做买进的动作 所以市场上过度戳杀结果 你要懂得减便宜 真的是太便宜了 他不像 宏达电啊 两个季度嘛 半年就亏了一个半股本啊 宏达电啊 所以股价跌到56.8 合力吧 对 也不像 TBK嘛 TBK嘛 TBK 第一季就亏了3块多啊 股价还有112耶 那预期 今年度赚了3块钱 还配息配了2块半给他的股东 那今年度也不太可能会亏钱嘛 所以他股价跌到30.7 比TBK的112.5还要低 比宏达电的57块半还要低 你不觉得他真的是市场上过度戳杀的一个结果吗 像这种股票 下来是可以买的 是可以布局的啊 30.7附近可以买 当天讲完之后 买完之后 尾盘收债32块钱了 然后休息个两天嘛 8月3号 就直接一开盘跳空涨停盘 锁涨停 今天的预期 我告诉我们的会员 7月营收呢 你看是成长的 成长13% 而且又接货美国威富集团的一个订单 预计第四季要出货啦 那空手者的会员 新会员嘛 市价再买进 9点49分告诉我们的会员啦 那因为现在预期是20分钟交易一盘 40分的一个交易在36块半嘛 所以我们会成交在几块钱 成交在10点钟左右啦 因为9点49分 发给会员的讯息嘛 那会成交在10点钟这个位置 37块半 所以今天 空手者新会员市价买 买了几块钱 买在10点钟的37块半嘛 尾盘 尾盘 你会亮灯掌停板 今天已经39.05了 好没有 你不要小看 从这个低档区的位置 30.7开始买 你继续算一下 到今天收盘价 39.05 将近三成啊 27% 30.7开始布局啊 到今天39.05啊 27% 所以今天 上市贵加起来 掌停板的 擋住 46档 我们家的持股 占了三档 那你觉得这个行情 转完价差之后 也会破断行情 只要盘 再补个量 这行情是越来越精彩 你要懂得把握住 大盘跌了1600多点 给你买进鑽石的一个机会 我不是青菜公公的 这一档 预期 就是市场上 挫杀的结果啦 没有那么惨啦 没有那么惨我才敢买啊 如果它是地雷股 它是投机股 我看也不会看 我买也不会买啊 但事实不是如此啊 所以呢 30.7可以买 对 买了 买了之后呢 亮灯嘛 8月3号亮灯掌停板 今天我们告诉空手者会员 9.49通知他们啊 市价买进了 当作40分在36.5嘛 那20分钟交易盘 未成交在几点钟 10点钟啊 37块半成交 尾盘拉涨停 真的很漂亮啦 所以呢 市场上过度恐慌的结果 有些股票就会被错杀 连妈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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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杀低 站在买方来思考 预期 不可以杀低 站在买方来思考 来布局 这是我们给你的明确操作建议 对 会很难赚吗 你看对节目 跟对老师就很好赚 你就能避开大盘 1600点下跌段的风险啦 你可以全身而退 全身而退之后 如果波段利润出来 我会一档一档带给你 预期已经27%了 是不是 然后呢 上尾呢 17%了啊 力旺 多少 37块钱耶 两天的时间耶 那今天这一档云层 我们之前就跟你分析过了 因为它经过五波的一个修正 又拉出三根中长红嘛 所以底部已经确立了 这种股票 我说杀下来可以低接 杀下来可以低接 所以今天一个云层的发动攻击 我们今天做买进的动作 现买现功涨停 在9点31分 云层嘛 发动攻击 试价买 股票如果发现 它在攻击了 我就会直接告诉会员 直接说试价买进 不用等 再等下去你就买不到了 所以我为什么要告诉会员 市价买进 9点31分 当作股价几块钱 21.9啊 我们你对时对价 你大概可以成交在21.9啊 你如果当时没有市价买 你买不到啊 就拉上去的啊 就攻涨停啊 这你今天看到我们的 持股第三档涨停板啊 同恩 今天八天转折向上 买上去 攻涨停 云层 发动攻击的买了 也涨停 那预期呢 今天亮灯啊 已经赚了27% 所以接下来的一个价差 以及准备做波段行情的个股 你必须要跟得很紧 因为这个盘随时会反转 今天已经有反转的fueler 说实在的 所以像这一档华汉 对 你高点有跟着我卖的 现在就很好低接嘛 我已经告诉你这档股票 基本面很棒 6月营收 当时有149%的成长率嘛 所以7月30号 348要卖 你高点有卖嘛 那下来呢 上礼拜有279 我就把它接回啦 不排除会破底搬上去 因为最新的7月营收 你的成长率还高达113%嘛 我们选择的股票 党党都是基有股 党党都是符合巴贝特 这个价值型投资概念 不是基有股 我不会待会买 品质的保证啦 所以华汉在上礼拜五 279接回嘛 收缴止跌啊 高座委员281接回 可以买在279 你自己对此对价 279接回 你看看当天 收308.5 现买现赚29块钱 今天华汉的股价呢 涨到316 279到316 两天的时间 赚了37块钱 他有没有破底翻 亲爱观众 你只要高点都有跟我卖 上礼拜五 279接回的位置 相当漂亮 两天的时间 赚取了37块钱的利润 这个盘式 真的是越来越好赚 你看我们今天股票的表现 不是涨停板就是大涨 事前的分析 哪一档事后没有让你印证 开城布公的分析 没有遮遮掩掩掩 不像其他分析师 东盖盖西盖盖一档 上涨的股票 先给你看 好厉害 下跌的股票 跌立板的股票 干脆就不见就好了 我们开城布公 讲究只是一个诚信跟实在 行情 它真的随时会反转 我希望投票 你要准备好 跟我们迎接 波段的利润 希望你 赶快跟我们联络上 明天见 气密窗 专利复合式岛块 学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额排气密窗 2987 1111 阿菲特 阿菲特 电卡投顾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清选持股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出销专线 名额27810909 27810909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不分就业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电卡投顾 0227810909 0227810909 森田药庄高纯度玻尿酸面膜 森田药庄 我们创业是为了人梦 流入阿嬷的味道 让大家都吃得到 就是我们的梦 创业的梦 创业超不浪漫啊 我们年轻人哪有什么本性 我在网络上查了很多资料 发现政府有很多资源可以运用 像是教我们申请贷款 创业咨询 找部位 在中心自然之间的梦 是为了一样的梦 创业